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中國富豪榜如同打壓核名單 西瓦圖核名貴成員被控反亞裔受恨罪 河北沙塵報能見到低 大風可以將人吹起 首先是一節簡訊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4月15日宣布 南韓總統文在寅在5月下旬訪問美國 他說這場會談將會突顯堅定的美韓同盟 北韓無核化 將會是這次會談的焦點 這次是繼日本首相菅義偉之後 第二位訪問日本的外國領袖 拜登星期五會和到訪的菅義偉舉行會談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軍事對峙 引發國際擔心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宣布 封鎖連接黑海的黑赤海峽 今次外國軍艦航行直至10月 黑赤海峽是連接亞粗海和黑海的唯一航道 拜登政府早前表示 將會向黑海派遣兩艘驅逐艦 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附近不斷增加的軍力部署 星期二 俄羅斯警告美國 為自己好 不要介入 之後拜登就宣布阻止軍艦前往該區域 試圖緩解兩國緊張局勢 在拜登政府星期四對俄羅斯的30多個實體和個體進行制裁 並且驅逐了10名外交官之後 川普下令封鎖黑赤海峽 星期四 羅馬尼亞政府 批准了5G網絡立法草案 正式禁止華為和其他中資機構 參與該國的5G網絡建設 羅馬尼亞醞釀剔除華為的法案 是在川普時期開始的 2019年8月 川普和羅馬尼亞總統簽訂備忘錄 確定在選擇5G承包商時 必須檢測它是否受到另一個國家的控制 確保不會對自己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去年羅馬尼亞總理奧爾班表示 華為不符合羅馬尼亞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件 將會無法參與5G網絡基建 除了羅馬尼亞之外 川普政府還和波蘭 愛沙尼亞和捷克等國家 都簽署了5G安全協議 這意味著華為失去了東歐和中歐市場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 星期四向傳媒表示 在完全接種疫苗之後 仍然大約有5,800名美國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中74人死亡 這些人或是已經完成接種兩劑輝瑞 或莫德納疫苗 又或是接種了一劑強生疫苗 美國蒙茅斯大學 最近的民意調查發現 百分之二十一的美國人表示 如果可以避免的話 他們將永遠不接種任何新冠疫苗 這樣相當於每五個美國人當中 就有至少一個人拒絕接種疫苗 這項調查是在美國暫停強生疫苗之前進行的 強生疫苗暫停之後 美國人對疫苗的信任度可能會降低 因為在上個月 英國牛津大學開發的 阿斯里康疫苗出現問題之後 歐洲人對疫苗的信心直線下降 星期三 丹麥宣布不再使用阿斯里康疫苗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4月15日突然訪問阿富汗 並與阿富汗總統加利舉行會談 為美軍9月11日前撤離阿富汗做準備 布林肯在星期四的聲明中說 即使美國由阿富汗撤軍 兩國的安全夥伴關係仍然會繼續 美國將會繼續向阿富汗 提供外交、經濟和人道主義支持 布林肯在飛抵阿富汗之前 首先到歐盟總部布魯塞爾 他與國防部長奧斯丁 向北約領導人通報了美方決定 美國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 派軍隊進入阿富汗 最高峰時期的駐軍人數達到10萬人 川普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 去年2月簽署協議 美方承諾會在今年5月前撤出 塔利班就承諾將會對恐怖組織 阿爾蓋達和伊斯蘭國進行打擊 不允許他的成員利用阿富汗國土 威脅美國和他的盟友的安全 中共以打壓馬雲以及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作為開端 正在將打壓對象擴大到更多的互聯網企業 與此同時 在中國展開業務的外國企業 被迫考慮繼續經營下去的政治成本 有經濟專家表示 中國的經營環境越來越政治化 很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上星期六 中共反壟斷機構 對阿里巴巴重罰182億人民幣 而阿里巴巴就向監管機構表示感謝 彭博認為阿里巴巴的表態 凸顯中共當局對科技技投的整頓何其怪異 美國之音4月15日報導 中國不斷政治化的商業環境 體現的是中共政府對內 更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控制 《紅色資本主義一書》的共同作者侯偉指出 民營企業在中國經營面臨真正的政治風險 他說 中共監管機構所畫的壟斷紅線看起來好像很清晰 例如禁止二選一或差別定價 但是中共的紅線就充滿隨意識 它的政策一直隨著政治氛圍變化 五年前被廣泛認同的發展模式到現在可能會被禁止 星期二 中共的市場監管機構召集了34家互聯網公司 要求他們自我審查、自我糾正反競爭行為 參加會議的包括騰訊、百度、字節跳動和快手等行業巨頭 互聯網經濟是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 但是在國內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下 中國互聯網巨頭很可能會向其他營商環境安全的國家轉移 騰訊和字節跳動都在新加坡設立地區總部 阿里巴巴也在新加坡投資地產和招募人才 中國政治化的商業環境也衝擊了外國企業 那些拒絕使用新疆強制勞動產品的外國公司受到中共的抵制 這些公司迫不得以考慮在中國做生意的政治成本 專家指出 由於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 外商正在加大對中國商業環境的評估 尤其是考慮中共政府目前強迫外國公司選邊站 目前已經有很多企業推遲在中國的擴張計劃 一些企業正在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家 4月15日 美國國會美中貿易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舉行聽證會 主題是對中共的經濟野心 計劃同成功指標的評估 前副國家安全顧問 燕陰湖研究所 黑座研究員的副名 對拜登政府的評價是 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有很多共同之處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顧問 現任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高級研究員的余春茂 在聽證會上提到中國經濟的三大特點 首先 中國這個以馬列思想領導的共產主義專制國家 利用剝削內部廉價又龐大的勞動力 完全融入全球自由市場體系 余茂春說 中共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 國家規模的血汗商店 而全世界正在為它埋單 其次 中共對政權的壟斷 使它對金融資源實行嚴格的控制 包括對中國企業和外國公司的控制 以及限制中國人自由對會的權利 他還提到 在過去15年 至少有27位中國億萬富翁被捕 他們受到的指控既離奇又荒唐 余茂春點名了馬雲阿里巴巴的例子 他說 在中國成為胡潤百富榜的一員 就可能被加到中共打擊的清單裡面 他還提到中國經濟的第三個特點 是中共對經濟相關的數據資訊 缺乏透明度 美中貿易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是負責監督和調查美中之間的 國家安全、貿易等問題 是美國國會白宮 決定美中政策的一個重要指南 《紐約郵報》14日報導 一名西亞圖的克命貴成員 因涉嫌反亞裔受恨罪而被捕 據當地傳媒報導 51歲的黑人男子哈姆納 被控在上個月的兩宗事件中 分別襲擊了三名亞洲女性 在3月16日的第一宗事件中 哈姆納向一名帶著兩個子女開車的華裔媽媽 用侮辱性的字眼罵她 然後用拳頭做出威脅的動作 並要她下車 這位媽媽拍下哈姆納的照片 哈姆納隨後開車離開 這位女士說 她跳了出車然後向我們衝過來 對我來說 這是最可怕的部分 去年夏天哈姆納在臉書 發表過自己參加 克明貴抗議活動的相片 並錄製了西亞圖 秋明遠播放的 國會山自治區TROP的影片 3月18日 在亞特蘭大槍擊案 導致六名亞裔女性死亡之後 她在臉書譴責了種族仇恨罪 但就在第二天 哈姆納被指控在開車的時候故意切線 用侮辱性字眼 侮辱某部車上的兩名亞裔女子 還攻擊她們 全程被車頭攝影機拍下 哈姆納隨即被警方拘捕 哈姆納在上星期提堂的時候否認控罪 法官將她的保釋金定為1萬美元 她的律師就認為她患有精神病 哈姆納的審判定於6月3日舉行 4月15日沙塵天氣再次來到河北 河北省氣象台連續發出大風黃色警告 全省大部分地區有陽沙和浮塵天氣 局部地區震風達到10級以上 在網友上傳的影片顯示 河北張家口區城內出現沙塵暴天氣 能見到少於1,000米 風大到可以將人吹走 網友說 這是老天爺發脾氣了 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 再見